海盗前游击守江振号2015年在大联盟开启寒流风潮 让多只球队球探望KBO找人欧星社资料照片分享 前几年韩直也守在大联盟掀起一股不早的风潮 兴世善计四十空的游击守江振号透过入闸加入海盗 而且第一年打得十分出色 287打击率15发全雷打击58分打点的表现 不但让他在年度行人王投票位居第三 而解释全队贡献度第四高的球员 有了江振号这个良好的先例 大联盟各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韩直其他优秀球员的身上 于是2015年底先是双城不息再入闸砸下1285万的重金 与连续两年空出50发全雷打的一类手巨炮 朴炳岛签下4年1200万的合约 事隔一月 金英也与成为自由球员的明星外野手金钱珠签下两年700万合约 接下来就连旅日的一类手里大号也转往美国发展 与水手签下小联盟合约 并且在春训成为40人名单的一员 今年则有强打型三雷守皇在军投身巨人 同时吕韩风光拿下40全雷打赴40到雷的前大联盟野手 谭姆斯 Eric Thames也获得酿酒人青睐 以一份三年1600万的合约回国大联盟 一时之间韩国职棒似乎人才积极 令人刮目相看 然而这股寒流却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姓氏带头的江振浩虽然连两年打出好成绩 却因酒驾判新无法取得签证赴美 头一年有有好成绩的金贤朱隔年表现不振 在被交易到费成人后人无其色 目前还不确定是否反国发展 嫖饼稿只打了一个月就陷入严重低潮 姓氏被下放小联盟 之后又应开刀提前铁树球技 隔年春训虽然表现不错 不看好他的双城还是把他送到3A 最终一整季都没获得重返大联盟的机会 秋季结束后 嫖饼稿自清解除合约 选择重回韩职 老将李大号第一年虽然打得不错 隔年舍首人只愿意提供小联盟合约 因此早就回国发展 黄再军更是旨在大联盟出赛18场 就决定回国韩职 换句话说 如果江振浩明年再拿不到签证 无法赴美 下一季的大联盟将看不到任何一位 韩职出身的野手出现在场上 而且江振浩获准的几率十分不乐观 虽然黄再军在大联盟首安就是全雷打 但他最后整季出赛18场也就只有这支全雷打打击率 154圣磊率 228场打率 231都非常难看 美联社资料照片分享 韩职球员的热潮为何退烧如此之快 某些人或许会归咎于亚洲球员的打击爆发力天生不如白人或拉美球员 但除了这些韩职球员外 目前人活跃于游骑兵队的秋信首也是土生土长的韩国人 差别旨在于他在高中毕业后及赴美 发展至今他已在大联盟轰出168发全雷打 有5个球机全雷打在20发以上 因此要比长达火力 亚洲球员是有机会与其他国家的球星一较高下的 至于守备及跑累就更不代言 韩职球员之所以无法在大联盟长久立足 真正的原因很可能还是在于大联盟不但是棒球的最高竞技场 在训练观念技术运动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也已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职棒 因此不论出身哪一国的球员 越早接受大联盟完整养成体系的洗礼 越有机会在这个最高殿堂占有一席之地 在韩职发展成熟的韩国球员出到大联盟 短暂时间内或许能有好成绩 但因为球技在国内早已定型 除非及时适应大联盟的先进训练与技术 否则在球技男友突破下很快就会被找出弱点 也会被后起之秀给赶过 邱进手能在大联盟征战13个球技后 还是球队的主力球员 可能是他在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赴美打球 学习到最新的观念与技术 欧星社资料照片分享 同时现今的大联盟早已转为着重野手全方位的发展 不像以往只要打击好 手背再烂都能混口饭吃 甚至占据重要手背位置 在棒球紧接数据发展日新月以下 野手的手背好坏越来越无所遁形 想要取得一席先发位置 不论是打 好 手都得有一定的水准 就以今年升上大联盟的林子伟为例 过往他的手背及跑累能力一向深受好评 这两年打击有所进步后 很快就获得轰袜高层青睐 换来升上大联盟的宝贵机会 在印第安人对农场打拼的张玉成也是 因为今年在2A轰出24发全雷打 又能镇守游击位置 才会在球季结束后被列入40人名单 这些与美球员在小联盟的奋斗经历 或许不如台日韩职棒球星 各自在本国联盟中的表现那么耀眼 但他们所获得的磨练跟成长却是扎实的 也是他们将来在大联盟发光发热的最大养分 张玉成从2013年起就开始球队的培训计划 虽然逐年从新人联盟 1A高阶1A再到2A 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但所学相当扎实 已有挑战大联盟的实力 联合报器资料照片分享 人各有志 有些球员年纪轻轻就选择远渡重洋 追求最高的棒球梦 有些则决定留在国内发光发热 这两种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 也不能以结果来论 但属优俞烈 但怀抱更高的梦想 在更严厉的环境下 接受更多考验的球员 往往能够走得更远 拥有更大的成就 不论是过往的陈新峰 王健民 以至于现今在美国打拼的小将 几乎都是如此 在林子伟 张玉成等年轻的旅美球员身上 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 相信也会有机会看到 他们在大联盟的舞台上 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